我们要来看看这身体不好 但是他还是努力求学 来看到是教育部所公布 2013年总统教育奖得主名单 其中台大农金系三年级的学生徐凡干 国三计策考前他罹患了急性肾衰竭 但是他克服了病痛 考取建州 而且高中三年来 白天上课晚上还得洗肾 同时间家教赚生活费 一度还想亲身 不过为了不让母亲太辛劳 所以他努力也考上了台大 黑空眼镜秀气斯文 脸上沾满微笑 他是刚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的得主 就读台大农金系三年级的徐凡干 在这之前有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我到国三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一场大病 然后让我从天堂就是掉到地狱 非常非常沮丧 而且一度想要放弃生命 讲起过去看似一派轻松 一身紫色T黑白花纹穿着 22岁的徐凡干出生桃源工人家庭 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妖 国中罹患急性胜衰竭 紧接着父亲出车祸 妈妈得了淋巴癌 家里一连串重大变故 让他人生受到严重考验 索性最后并没有被打倒 我看到妈妈就是趴在我的病床上 是非常疲惫的在休息 然后当下我觉得我不能这样离开 当时年幼的他抱病参加基策 一举考上建中 独自北上租屋求学 高中三年过着白天上课 晚上洗肾的日子 上了台大念书不忘服务人群 今年寒假前进柬埔寨当志工 其实还是冒着生命危险 就是一份想要激励更多人的使命 徐凡甘发奋图强 接受了大哥肾脏移植 摆脱洗肾命运 人生甘苦谈 他特别感谢父母 就向他的名字凡甘 鼓励大家凡事都会苦尽甘来 中年新闻王淑明 陈玉京台北报道